他們可能會說 安安你坐輪椅出這個角色很難看 你跟角色不還原 你這樣在污辱我的老婆之類的 那有一些比較難聽 可能就是會叫你去死一死之類的 我是聽過這樣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志祺 有些人應該知道 我其實蠻喜歡 Cosplay 一些有趣的角色 像之前有出角過 戀上換裝娃娃的攝影師 也有出角過 《間諜加加州》裡面的比兒 算是對Cosplay有小小的涉獵 那這一集我們邀請到的來賓 是另外一位人氣快速成長中的Cosar 輪椅女孩雪莉 雪莉是一位外派模特 也是一位很積極在推廣 輪椅族相關議題 努力散播正能量的女孩 今天我們除了會一起來 聽聽雪莉的故事 聊聊她Cosplay的經驗之外 也會請雪莉分享一下 在台灣輪椅族在生活交通上面的一些困境 那開始之前 我們就麻煩雪莉跟觀眾打個招呼 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雪莉 我現在是社工系的學生 同時我也是一位 脊髓型肌肉萎縮症的患者 我現在有在做自己的YouTube 還有經營自己的FB 目前的話 我就是已經坐在輪椅上面8年了 剛剛有提到脊髓型肌肉萎縮症 那我想說我們的觀眾朋友 應該會對這個疾病不太熟悉 所以可以請雪莉簡單的 為我們介紹一下這個疾病嗎? 這個疾病會簡稱為SNA 它主要就是會讓患者的四肢逐漸的萎縮軟弱無力 也會連帶的影響到一些心肺 呼吸還有進食方面的問題 那雪莉你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出現這些症狀 然後又是什麼時候變得比較嚴重的呢? 我是差不多兩歲左右發病 然後小時候都是可以正常的走路啊跑跑跳跳 只是行動上面比較受限 就是會比一般人的動作來得慢啊 比較沒有力氣之類的 差不多到14歲的時候 因為國中的電梯他們沒有辦法讓我去使用 就造成我每天可能都要去爬樓梯 這樣子爬上爬下 其實久了就會對我的身體造成一個負擔 後來就慢慢的開始要輪椅才有辦法去行動 那剛剛你講到的是身體上面的 那心理上面會有一些需要調適的地方嗎? 其實我從小好像就蠻悲觀的 因為那時候就是在學校裡面啊 可能就會受到一些排擠或霸凌 就會覺得自己是不是真的那麼奇怪 曾經有想說要不要自殺 就是這一切都可以結束了 可是後來就是也不太敢去做自殺這個動作 那後來有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讓你的心態上面有一些轉變嗎? 有欸 差不多是我國中畢業那個時候 我那個時候就在想說 為什麼我國中以前那段時間都過那麼不快樂 是不是有什麼原因 那我第一個想到就是 我身邊好像沒有什麼朋友 因為我以前比較悲觀又很自卑 別人來跟我說話的時候 我可能就回應比較冷淡 然後對方不知道怎麼樣跟你溝通 他們可能就對你覺得比較陌生 保持一點距離這樣子 對對對 雖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是因為我的疾病才不喜歡我 會覺得說我很麻煩 我很奇怪之類的 但是疾病跟做人這件事情是 永遠沒有辦法改變的 那我就必須要改變自己的心理狀態 後來也因為這樣子就升高中了嘛 升高中我的個性就比較開朗一點 我也因為這樣子交到了很多的好朋友 那這些好朋友裡面有喜歡coaster嗎? 很少欸 但是又宅宅 那你那時候怎麼開coaster? coaster的話其實我國中就有接觸了 也是差不多14歲 其實我小時候就很喜歡動漫 有監督 你喜歡哪些? 我小時候第一部看好像是美少女戰士 然後我很喜歡裡面的主角 因為我覺得她平常是很膽小的人 但是她在戰鬥的過程中 卻是第一個跳出來保護她的同伴的人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很佩服她 就是很想要成為像她一樣的女孩 長大之後因為FB很盛行 我就在上面看到一個coaster的照片 我覺得她扮得很漂亮 我就覺得她可以這麼還原角色很厲害 後來我就想要去嘗試看她 這樣子有因為生病的關係 會遇到一些挫折或是你想要放棄嗎? 那時候因為剛好碰到我病情惡化 就要開始做輪移 所以行動上面又更受限了一些 因為可能你出門去哪邊 都需要別人推著你嗎? 我就放棄了 是到差不多去年的時候 我才開始決定回來玩玩看cosplay 那你這樣子都出什麼樣子的作品 或是什麼樣子的角色? 我出女角比較多 然後會出比較可愛一點的類型 因為我不太會畫很成熟的妝容 而且我大部分好像出懷舊的番比較多 哪些可以像幾個作品或跟角色嗎? 像我前陣子有出左眼的夏娜 喔!為什麼不是夏娜? 夏娜是我國中在紅的東西欸 我在電視上有看過 這個真的是... 你是不是很小就很宅 沒錯 那我想觀眾應該都會普遍認同 就是文藝族當coser 真的是比較少見一點點的 那以雪莉你之前的出嫁經驗來說 大家看到的反應有哪一些呢? 有好的跟不好的 但我覺得就一半一半 不好的可能就是會有人在那邊竊竊私語 或是有人也是直接對我講過啦 他們可能會說 阿你作倫儀出這個角色很難看 會有人這樣直接講嗎? 對他們就說很難看 就是你跟角色不還原 你這樣在汙汙我的老婆之類的 那有一些比較難聽的可能就是會叫你去試一試之類的 我是聽過這樣子的 當然好的也是非常多啦 就像我剛剛講的 有些人會來鼓勵我說 就有人以出角色很棒 然後你出的很漂亮 然後不要在意他人的言語 這種也是有很多很多正向的回饋 然後去到場次也會有一些 同樣是cosplay興趣的朋友 他們也會跟你做交流 鼓勵你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棒的收穫 那我好奇的另外一件事情是 對於你來說 在換裝上面會有什麼樣子不便的地方嗎? 很多欸 整個都很不方便 不管是化妝 戴假髮 換衣服都是 因為我其實手也蠻沒有力氣的 所以像禮服類的 很重嘛 然後或者是綁帶很多啊 那種就不好穿 或者是假髮很重 不好戴 因為我手沒有辦法舉很高 我只能戴假髮的時候 就是頭低低的這樣子 慢慢去調整 可是因為我常常拋場次的緣故 然後我自己本身又是住在台南 場次比較多在台北 或者是中部啊 那我可能就需要非常早起床去玩妝之類的 我可能就會在前一天晚上穿著COSF睡覺 所以你換裝是都一個人自己做? 基本上是一個 除非衣服真的太困難了 沒有辦法自己穿就會找朋友來幫忙 那你這樣子平常參加活動 你要有很多的交通通勤的時間跟算是需求吧 那這部分會遇到哪些困難嗎? 交通部分真的佔很大的問題 比如說台北、新北好 那很方便啊 因為有捷運 如果在中部或者是南部呢 南部如果沒有捷運的地方 也是非常的不方便 出門的時候 也會常常叫不到車的情況 像搭公車好了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搭公車 因為我之前有好幾次的經驗是 我可能會被司機拒載 就是他們的車子沒有這樣子的空間嗎? 還是他們就是覺得這樣很麻煩? 因為我們一定會挑無障礙的公車上車 但司機可能給我們的回覆是說 我們這台斜坡沒有辦法用 或者是人太多了你搭下一班 有一些事情明明知道你在那邊 它直接開走 那除了剛剛講到的這種交通之外 人行道現在是方便的嗎? 我覺得大部分還是比較不方便 我先講斜坡的問題好了 很多人行道都是 它前面可能有上去的斜坡 但我走10分鐘好了 找到最後卻發現 沒有斜坡可以下去 所以你就卡在那邊了 可是卡在那邊也不是辦法 我就只能落回去 然後從原本的地方下來走大馬路 這個事情很常發生嗎? 還蠻長的 所以我其實很少在走人行道 所以你大部分都要直接在馬路上面移動 對對對 但很危險 蠻危險的 我自己都不太敢走在馬路上面 人行道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機車會停在上面 我就覺得人行道已經很窄了 然後那些機車在上面 我們也沒有辦法挖 久而久之就不想要去走人行道 我覺得剛剛我在聽的時候 腦袋裡面孵出來的很多畫面 都是我老了以後的畫面 就是我老了以後 我覺得我一定有一天 會需要像這樣子的設備來協助我行走 如果到時候我還是遇到這些狀況的話 我會覺得很崩潰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用覺得 這件事情你好像剛好沒有得這個病 然後就是跟你無關 可是等到我們大家老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家都會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對 那我們剛剛聊完的比較算是水平移動 就是你今天從 例如說車站到長次的地點好了 如果是一個地方的垂直移動 像你剛剛前面有講到 你說你在國中的時候 那邊的垂直移動會遇到一些困境 這方面的困境可以跟我們聊聊嗎 像我自己比如說在學校 或者是以前的家裡面 會碰到沒有電梯的情況 就只有樓梯 但如果沒有辦法去走的話 就只能請朋友或者是家人 背我或是抱我上下樓 那你剛剛講到要抱著或背著上去 通常會要背幾樓啊 我自己碰過最多兩層樓 那還行 可是因為像我自己以前家裡面 是比較老舊型的 可是我差不多也是國中那個時候 沒有辦法走的話 我爸就必須要每天背我上下樓 會變一個滿沉重的負擔 對對對 然後老人家也會閃到腰 或是腰痠背痛 其實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負擔 那我們之前企劃就是有看到一些資料 它就是根據衛福部的統計 在台灣好像有超過四成的身心障礙者 住在沒有電梯的住宅 那你自己看到的情況也是像這樣子嗎 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住在沒有電梯的大樓 但是他家在二樓 所以他的家人要協助他上下樓 長期以來其實也是負擔嘛 所以最後沒有辦法就又請了外傭 雖然每天還是得這樣子移動啦 然後他自己也會覺得滿麻煩的 家裡面的人也會因為移動上面很麻煩 這個原因不是很想常常讓他出門 那這樣子你會大多都是以例如說點到點的 就是像剛剛講到的轎車這樣子的服務為主 大部分是如果大眾運輸比較沒有辦法搭的話 因為我覺得一般的觀眾應該是沒有這樣子的經驗的 它會好叫嗎 還是它其實是非常非常難使用的一種組 我們的話會使用兩種車輛比較多 第一個是福康巴士 第二個是無障礙計程車 那剛剛提到無障礙車輛的部分 那我們計畫也有看一些資料 他說根據衛福部在2020年做的統計 台灣平均158位重度以上的資料朋友 要共用一輛的福康巴士 對於有需求的人來說 就是要預約到這個車輛是不是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 至於無障礙計程車可能現階段要嘛就太少 或者就是太貴 那這個部分不曉得你自己的經驗是怎麼樣 福康巴士的話是採預約制 它是前七天就要開始預約 但是每個縣市可能比較不太一樣 它的價格基本上都是計程車的三分之一 所以還蠻便宜的 只是缺點就是它真的不太好叫車 像我自己的話 碰過我自己前七天去預約 早上八點就剛才打電話去 但之後可能還是沒有預約到 因為他們都是就醫為優先 所以如果真的有盛名額的話 才會慢慢拍給那些不是就醫的人 所以你大部分都是要搭無障礙計程車 對對對 可是無障礙計程車真的超貴的 大概會多少 每一間不太一定 但是基本上都會收服務費 我覺得最基本它可能會收個一兩百塊 那最貴的我那時候要搭兩公里而已 他跟我喊七八百 哇那這樣子它應該加收了六百以上 差不多 那這個是一開始就是你照的時候你們就會談嗎 還是它是一個隨司機喊假的狀態 基本上是隨司機喊假啦 但是基本上都會先跟你講 就是我們會收多少錢 你覺得OK可以叫 懂所以你有沒有選擇 因為如果富康巴士你叫不到 然後你剛剛前面有講到說 富康巴士是一個七天前要預約的 所以你臨時的話你就是唯一條路 而且這條路是他們可以直接喊假 對 我有點難想像 就是會覺得行動是一個滿基本的人權 但是會遇到這個困境 那這樣對於身障朋友 他們在移動上面的困境 雪莉你這邊會不會有覺得 哪些是比較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覺得富康巴士的車輛可以再多一點 或者是無障礙的車輛再多一點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愛心司機的部分 我覺得可以再增加 比如說我拿公車來舉例好了 像無障礙的車輛的話 基本上在上面的司機 他們一定會受過之前訓練 就是要知道怎麼推輪椅上去啊 幫他們設置安全帶等等的 不過因為我自己搭公車的很多經驗都是被拒載 或者是司機的態度對我們不是那麼的友善 所以就會造成我比較不太喜歡去搭公車 就不只我包括我身邊的身障朋友 其實他們也是常常會碰到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我自己希望說在未來 不只無障礙車輛可以再多增設一點 還有愛心司機的部分 也可以再訓練一下 那希望未來有一個更好的無障礙環境 讓我們在移動上面更方便 好那今天真的很謝謝雪莉的分享 其實這一集會找雪莉聊聊 也是想要邀請大家一起關注輪椅族移動的困境 台灣行動不便的身上朋友包含了65歲以上 行動不便的長輩在內 有無障礙接送需求的人們大約有35萬人 但是目前能夠提供接送服務的富康巴士 或者是無障礙計程車 加起來卻不到1萬輛 數量是遠遠不夠的 再加上台灣正在步入超高齡社會 會有更多行動不便的長輩 仰來無障礙車輛的服務 政府跟民間都需要動起來 才能夠解決這麼多人的移動需求 那這次跟我們合作的夥伴是福斯商旅 福斯商旅長期關注此議題 推出了多款的福祉車 作為無障礙車輛 不僅能夠服務多種規格的輪椅載具 也能夠幫助聲障朋友水平移動更加的順利 而同時 今年福斯商旅與行無礙協會共同響應自由行無礙 一起投入聲障朋友的接送 推廣爬梯機專人服務 持續創造水平垂直移動無礙的環境 也邀請大家一起打造更友善的無障礙環境 對我們來說 每次出門都是很不容易的一次旅程 希望大家幫忙關注這個議題 讓行動不便的朋友 也能自由的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 好的,那這集就先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不要忘了把影片分享出去 或是點這個地方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 拜拜! 先別再次的視頻 讓大家回去 因此 那是 我們到處於 出面了